中國發射首媒衛星探測宇宙的暗物質 衛星悟空順利轉入軌道 預料罪法明年下半年公布首批科學成果 歐普樹報導 由長征火箭雲載的人造衛星悟空 上午在酒泉發射中心聖康 十多分鐘後 抵達五百公里高的太陽同步軌道 利用它的金晶火眼 也就是觀測能量範圍最大 能量分別率最高的探測器 進行全方位掃描兩年 之後會根據探測結果 並向觀測最可能出現暗物質的區域 雖然估計宇宙 由多達百分之九十五的暗物質和暗能量組成 但從來沒有被直接觀測過 也不知道它有什麼物理性質 科學家只是憑推論知道暗物質存在 而透過衛星 探測高能電子和高能加碼射線 就有可能找出暗物質 煙滅或者衰變的證據 希望根本上改變人類對宇宙的形式 有先電視記者歐普樹報道 暗物質在宇宙佔了大多數 它們似乎無處不在 但又有了無痕跡 是現代添文學的一大謎團 由陳婉蓉說下 地球的質量是六十億兆公噸 但與太陽相比 微不足道 即使將地球和其他行星的質量加起來 都只不過是太陽系總質量的百分之一 換句話說有百分之九十九的質量來自太陽 所以太陽系的質量主要由發光物質構成 但將尺度擴大 例如看整個星系 情況又是否一樣呢 星系的行星都是圍繞星系中心旋轉 透過量度旋轉速度加上引力推輪 可以估算星系的總質量 至於發光物質有多少 只要數一數行星的數量 加上光譜分析 一樣可以估計到 不過意外的是 發光質量只是佔總質量的六分一 即是對於全宇宙來說 發光物質只是佔少數 所以與太陽系比我們的認知相反 在太陽系發光物質是主流 但原來在整個宇宙 暗物質才是主流 問題是這些暗物質是甚麼來的呢 它們不會是行星 因為行星相對太輕 也不會是黑洞 因為它的數量不足以解釋暗物質 有理論就認為 暗物質可能是未知的粒子 亦可能是反物質 如果是反物質 就有可能間接放出特別的加碼射線 所以美國的太空總署 用來找暗物質的太空望遠鏡 加上中國發射的悟空 都是以加碼射線做目標 如果確認到暗物質的本質 對於研究宇宙的起源和演化 都會有革命性影響 有線電視記者一層圓融報道 在暗物質上